馬祖慈悲大家好 有一位同修在網路討論期來問到說 屋子的後面有鐵軌火車的軌道或是高校橋 那這種風雪是不是比較不好 這樣的問題來問司顧問 顧問的回答是這樣的 所有的風雪一定要現場去看 因為那個房子的後面有鐵軌那裡多遠 然後高架橋是多高 而且你房子是二十幾層 那高架橋只有四層樓高 五層樓高 那你那麼高 它那麼低 你根本都聽不到聲音 然後那個氣也不會影響到你 那就無所謂 那可是呢 如果你是三樓四樓 剛好高架橋在你前面 剛好在正後面 那就很吵了 這聲音就會很吵了 就有聲煞 那鐵軌高架橋就有聲煞 那聲音那個吵雜聲 那當然我們的心就容易沒有辦法清淨 你要常清淨啊 天地虛之貴啊 所以身體才會好啊 才會欣賞事成啊 你的心一定要清淨啊 心淨神清啊 這是一個我們在修行追求的一個境界啊 那你家旁邊就是鐵路 不管四方在哪裡 東方西方 南方 都很吵啊 你當然風雪都不好啊 那個鐵軌來來去去的聲音 高架橋來來的聲音 你一定不安穩 那一般呢 顧問要教大家的是 後面是玄武 要靜 還有湖邊呢 也要靜 所以你有洞了呢 就不好 都不好 就像南部有個廟 以前台塘呢 有那個火車道 都會經過這個廟的後面 這個廟就沒有辦法興盛 到台塘的火車道就拆掉啦 鐵軌拆掉啦 這個廟就開始興盛起來囉 因為廟的後面就是火車道啊 這個廟也不受風水的影響 連閃至的地方也受風水的影響 所以你的後面呢 不能有洞的聲音 所以你的房子後面呢 車子來來氣氣氣氣 就在洞 那這個房子不好 你的判斷會錯誤 你家裡的長老 其實這個房子呢 那你看去把黃山的腳踢 有機器气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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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要動 虎邊呢 要前面呢 動的就無所謂 因為東邊前面就跑進來了 踩都進來了 可以 可是虎邊呢 就不好 虎邊不要動 不要有聲音 所以東邊呢 不怕吵 虎邊不怕臭 可是要靜 前面呢 朱竊 小鳥就無所謂 要遠一點 那聲音不要有聲煞 不要有光煞 遠一點動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遠景 要有動的 小朋友才會動 可是老年家在後面不能動 不能動 所以東邊 前面都可以動 左手邊 龍邊都可以動 龍要動 可是它還有高低啊 有聲煞 光煞的一些問題 所以要實際去看 所以你的問題是 屋子的後面 有高窖橋 有鐵軌 是不是比較不好 一般是會比較不好 還俗氣還要看 離多遠 真正有吵到嗎 還是真正中在後面 所以你後面沒靠 就是馬路 就是不好 後面要靜 顧問把這個原則交給大家 那以上呢 是顧問的小小潛見 跟大家做的分享 顧問的分享呢 就是風學的基本原則 影響會很大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麻煩吃悲